我今天戴帽子呢 就是想缘造一个秋冬的感觉 大家都知道我的人设呢 就是非常抠门 勤俭持家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物 所以我在选购很多产品的时候 会非常注重性价比 但是我在生活中 其实也不会丧失掉生活的乐趣 做一个单身大龄女青年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些近期的爱用品 有非常非常实用的 就非常富有人设的 也有呢就是那种生活的小点缀 首先呢是古语的 这支氨基酸洁面乳 其实我已经用了 只剩下这么一点了 基本上可以回购了 等到这么一点我就会准备回购了 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就是如果洁面乳用到好了 我就会一直不停地用下去 除非就是买不到了或者停产了 这支是我近期用上来觉得最舒服的一支 它是氨基酸系的 而且是含有APG的分子 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就是APG的什么样子 它是比氨基酸还要更温和一点的表面活性基成分 就是有一些儿童的清洁产品都用到APG的成分 但是如果太过温和了 它可能这个清洁力又没有氨基酸系的好 它是相当于是双重复配APG加氨基酸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温和的同时又不会丧失掉这个清洁力 而且也不会刺激皮肤就敏感肌肤也都是可以用的 我平时出门是防晒加上散粉 那回到家之后呢就是用这个按三下 然后打泡冲完之后呢就已经洗得非常干净了 不需要二次清洁 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也是用这一支洁面乳 按两下打泡洗干净 就是属于那种洗得非常舒服的干净 不会过度的清洁 所以不仅仅适合晚上 其实早上的晨洁也是非常适合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款洁面乳 它是乳液的质地 就很顺滑的那种质感 用起泡网打泡的话就会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 我其实非常喜欢它的泡沫 有一些氨基酸系的洁面 其实它的泡沫是比较酥的那种嘛 就比较稀的 那这个的话 它其实泡沫仍然是比较绵密的那种 这样子就可以更好的清洁残留的采光啊 一天在外面留下来那些粉尘污染 而且洗完之后呢 也不会有非常紧奔的感觉 总之就是非常推荐啦 接下来呢是XDG的水乳 这样子的一套 对于水乳其实没有太多的要求 它只要做好保湿 然后稳定肌肤就可以了 所以XDG的这一套呢 就非常非常适合我 我洗完脸的时候呢 就会用这个复活草修护精华水 这样子擦一遍 或者有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精华水 喷在化妆棉上 然后简单的快速的做一个水磨 这款精华水呢 它的成分是五酸菌发酵的产物 所以对于就是你有稳定肌肤的需求 其实就是蛮适合的 不过它不是说可以去红血丝的那种类型 只是可以维持皮肤的状况 尤其是现在换季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敏感嘛 像这款精华水的话就是可以在保湿的同时 但是又可以帮助你稳定肌肤 这款精华乳呢 我现在也是配合了这个精华水再用 乳就明显比水会用的慢一点 它就非常适合于现在的季节 保湿的同时呢 又不会非常的油腻 我现在晚上都会用A纯的精华 就是在水之后 所以我会希望精华后面是 这款乳比较成分的简单 同时又能够降低刺激性 那像这个精华乳就非常非常适合于我 软软糯糯的果冻的感觉 非常容易吸收 涂上去一下子就吸收了 第三个东西呢 我觉得每一个女生都需要拥有的 就是一个报警器 我手中这个是Carego新髓报警器 我其实很久以前有另外买过一个报警器 是比这个要大的 国外的这个牌子 在一次出差的时候去展会 在门口安检的时候呢 就被没收了 所以从此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买过任何的报警器 因为有的时候要出差嘛 我就很怕等一下从来没有用过 又被没收了 那我发现了这个Carego报警器 应该是不会被安检没收的 就是你真的可以随身携带的 这个盖子打开来 就会有一个USB的接口可以充电 那它是怎么用的呢 我当然希望每个人都不要会用到这个东西啦 其实应该不算是一个爱用品吧 就是一个必需品 首先呢你是要下载它的一个官方的APP 然后把你的手机跟这个Carego的报警器连接之后呢 手机呢 可以在这个APP里面设定自己的守护者 守护者其实就是你的紧急联系人 那你就可以用它的功能了 当你把这个网上拔的时候 它就可以自动报警了 我现在就拔给大家看了 再另外一个呢 就是也是这个盖子转一下 你的守护者呢 就可以看到你的实时的动态 地理位置的改变了 比如你晚上很晚回家 走夜路或者晚上坐车啊什么的 你就可以用这个打开守夜者的模式 守夜者 守护者的模式 当然希望大家永远的不要遇到这种事情 永远的不要用到这些东西 只是如果你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其实是让你心理上至少有一点安慰吧 然后以防万一 我都知道我这个细软发大大大大大油天 我真的是属于晚上洗头 第二天下午就已经变塌了 就已经开始油了那种程度 我之前很久以前呢 有给大家推荐过一款洗发水 叫Mild to my nature 这个确实清洁力很强 然后也控油的 但是我发现呢 不能够每天洗 因为它清洁力太强了 每天洗我头皮就开始发痒 所以我就开始寻找 可以跟它交替使用的 又比较控油的洗发水 我就发现了这样子的一款 就是fiscal的洗发水 那因为是交替使用嘛 所以用量也暂时没有很多 我就这样倒置了 我发现了用完它就本来是第二天下午 就已经比较油 我可以坚持到第三天的上午 对于一般就是不大油的人来说 可能你会觉得坚持的就是多半天而已 没有什么很了不起 但是对我这种大大大大大油天来说 哇能够多个半天 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好吧 我就是属于能够每一天洗 就尽量每一天洗 不能够每天洗 可能就是隔一天洗这样子 fiscal的茶树洗发水呢 是属于清洁力适中的 这个Mild by nature 冲完之后就是会有一种搓盘子的感觉嘛 像这个就不会油 因为它其实清洁力并不会很强 但是呢它又很神奇的就是比较控油 我觉得它的缺点可能就是不够蓬松 蓬松的来说的话 还是Mild by nature会比较蓬松一点 然后它的味道也会非常好 就是茶树的那种味道 就会有一种让你很安心 好像洗得很干净的感觉 另外一个缺点就是性价比没有那么高 如果你是真的要又便宜又好用 其实就是Mild by nature 但是再加上这个呢 就交替使用嘛 这样子算下来 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算可以 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有点花里胡哨的东西 香芯蜡烛 那你们可以看到 我身后其实已经在点着 我买了两个 这个牌子呢是叫做Paddy Wax 我手上这个系列呢是图书馆系列 然后身后这个呢是药剂师系列 药剂师系列我买的是小罐的 如果是大罐的话 它就是那种真的像药品一样的很可爱 我买了这个药剂师系列呢 其实这个味道是香根草加小豆蔻 我没有太过喜欢 它的味道是好闻的 但是我会觉得这个 细微有一点点普通 但是呢这个图书馆系列 我就真的超级喜欢了 它图书馆系列是根据作家来命名的 我手上这个是Oscar Wild 然后还有其他像是 简奥斯丁 莎士比亚 狄根斯 艾伦波等等 就让你觉得非常非常文艺 我这个Oscar Wild是 写松木 百里香 罗勒 我是记住的 我不是通过闻的 它的气味我就真的超级喜欢 是那种木质的气味 然后带一点点薄荷的感觉 就好像置身于大自然 大森林 有一种很轻烈的冬天的感觉 就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躲在家里面用 就好像外面有雪景 然后在家里面很暖和的那种样子 这个呢我现在都是点在书桌旁边 然后一边用着电脑 一边在工作的时候就觉得 哇 我自己真的是一个文艺工作者 就一边省钱一边用这种模型 我觉得啊 省钱其实还是蛮值得的 那它的缺点呢可能就是贵吧 它虽然不会像那种大家非常熟悉的香薰蜡烛的品牌那么贵 它这样子一个一百多块钱还是可以承受的 但是你们看它是有两个竹心的 所以它其实消耗也是比较快的 那没有办法了 人生当中一些让你比较愉快的东西可能就是昂贵的吧 本来呢就想刚刚好凑成五个整数就够了 然后发现呢还有一本书我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下 就是人体的秘密 你们有看过我上支视频的话 就是Interesting 它其实就有讲音吹 而且它其实讲的会比较搞笑 它音吹其实就是很小的这样子的一个章节 有配图 那这本书呢其实就是讲的一些人体非常非常自然 非常正常的一些表现 但是可能你是会有一点羞耻感 那些说不出来的事情 比如像是P啊 比如像是月经啊 月经羞耻 那它这里面有讲到的月经羞耻 有关月经的污名和偏见 它会讲到月经到底是什么东西 怎么样形成的 那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偏见 需要怎么样去消除这种偏见 然后这本书里面讲到的所有的东西呢 就是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它没有写到的 随便读一下给大家听一下这目录 就是非常非常有趣 千奇百怪的东西造成的性爱事故 比如黄瓜 肛门的欢愉与痛苦 啪啪啪怎么样洗屁股啊 毛怎么样脱啊 受干扰的睡眠 睡眠卫生睡觉流口水 哇 我就是睡觉流口水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荐这本书 它是以非常诙谐的方式 告诉大家人体的一些私密的话题 告诉大家非常令人羞于其耻的健康的问题 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拥有这样子的一本书 看完之后你可以对你自己的身体更加了解 对你伴侣的身体也更加了解 谢谢你们来看这样子的一支视频 那你们觉得这样子爱用品呢 视频的内容怎么样呢 如果你们觉得还可以的话 我之后也会继续做的 推荐的产品呢 一定都是我自己会用的 不会贵 清价比还可以 然后不奢侈 真的买得齐的那种东西 那你们最近有买到哪些觉得很好用 很喜欢那些东西呢 欢迎在弹幕评论里面来推荐给我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拜拜